進來 進來 二件衣服 哇 這麼英俊 不要害羞 別害羞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iO 又來到還原Lannington這個系列 今集就請來我的朋友 他就是Matthew Hi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哪裡見過Matthew 其實他在最近一首很Hit的歌曲的MV裡面 他是男主角 我們今天決定以一個法國風情去改造 哇 怪我怎麼公平 待會你便知道 如果想看的朋友就繼續看下去 你很緊張 他平時有很多話說 Go 我叫Matthew 身高103cm 畢業的運工 我有一位朋友做Production House 我懂得彈琴 那時候找我 然後做了幾次 然後就介紹了我給你 那什麼 其實我很隨意的 很隨意的 T恤 短褲 布鞋 隆重一點 加一件襯衣 什麼都不塗的 我只聽完你說 我的皮膚好像Bread Pit 我才塗Cream 我的頭是比較注意的 最有限出街的 不過我大毛很多 今天是剛剛睡醒的發現 買了那時候 裝修的屋 需要一些植物 那可能看到我做植物 很漂亮 那就 有我幫他 去佈置在家裡 好啦 那我們今集 改了Matthew 我們就請來Cliff 人稱阿鬼 幫他倒閉他的頭 阿鬼是我 合作過很多次的法人士 他有幫柏侯做頭髮 想當年的比比笑 對不對 因為待會他 他不知道他穿什麼衣服 他不知道的 但整個feel 他就想發個風情一點 好像在皇宮裡面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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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說一下你的副業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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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說一下你的副業 我覺得你的副業很有趣 譬如說 人家弄了一個魚缸 那你怎樣告訴他 裡面是什麼 因為每個魚缸的樣子都不同 所以我會給你的畫面 那為什麼你一開始會做這個 我記得我第一個 那個魚缸就是在中午2的時候 考完會考後面的書 我就丟掉它 然後有一天 經過一間 水族店 不如也放魚缸在桌面那裡 但裡面很掛 然後就上網看 或者看書 怎樣設計 那我就很好奇 那他喜歡畫 那我搞了搞了 他現在都十分 我想說 Matthew是有一個 studio 裡面是超多不同的魚缸 有不同的魚缸 就不同的景 就是幫你敷一個hydration mask 因為你皮膚真的超級乾 而且平常是一個 抹下cream的人的 我最近有的 你說完之後 我馬上就不斷問 我想說你的皮膚是 黏了很多 因為你不保濕的關係 所以真的要多多保養 有些白的 是面膜來的 這個面膜 有些面膜 有些面膜在那裡 很生毛 這個 這個 這個是我 八九歲的時候 我媽媽帶我去做的 蛤 以前我有兩顆大顆面膜在那裡 那你覺得在香港 這個行業的 學氣氛是怎樣的 我覺得越來越多人會 是嗎 但是現在很多 很潮的人會 對 你的副業做了幾年 剛開始沒有了 那我想問 通常你 找你做魚缸的 會是怎樣的 通常都是一些公司 去封水 哦 封水 因為喜歡有些水流動 放在財位的 餐廳 放在桌上 那你會懂得看風水那些 那你會懂得看風水那些 那你會幫我看 對 我打算學一下 真的嗎 有人說 想做一個這麼大的 如果穩一點 你這個位置 如果要財運 要穩一點 大家首先 你的光力薄薄上一層 因為男生的關係 都不會上得太厚 所以我今天都要用 一個比較溫暖的粉底 去幫你洗 如果男生想化妝 一定要推薄一點 因為有時候 看鏡子 你自己看不到側面這些位 其實有什麼可以簡單出街 更漂亮一點 其實我覺得可以 再輕鬆一點 可以買一個寶寶 那你就可以拍一拍在臉 讓臉色均勻一點 膚色更好 那其實就已經可以出來了 而且你的顏色很容易買 因為粉底 很多時候都不夠顏色 男生可能太黑 沒有出那些顏色過男生 這個我自己買的 自己給錢買 Dior的Fusion 很漂亮 很漂亮 很多男生都像你這樣 平時曬太陽 什麼都不塗 很少塗防曬 好像他這樣 都有一些斑 就是看你喜歡不喜歡斑 但是今天的妝 就試試幫你遮些斑 平時如果你是多斑的人 可以塗一些concealer 在這些位置 而且因為你的黑眼圈 比較誇張 黑眼圈是偏紅的 看到這些位置 我就會用一些 好像三文魚眼色的concealer 幫你打在眼底上 這個顏色其實是不會幫你遮瑕 但是它會幫你 那個紅色 通膠了一點點 你想要修眉什麼時候 沒有修眉 為什麼要修眉 因為看上去整齊一點 撐住 撐住 不要哭 看不到你 其實眉型男生說 補一些洞就行了 就像你這些 我發現我左右味有點不好對稱 對 那可以怎樣 選一邊去對稱 就是要拔 但是你自己不會拔到樹 拔到對稱為止 又是滑到對稱為止 所以其實找你做魚缸的人 除了你幫他做完 砌完魚缸之外 其實他換水也是你幫他做的 那是很煩的 真的經常都要去 不會全力 但是你享受 但是都是生活全力 他不會享受 但其實怎樣換 原來是你這個肌肉吸走的水 再一個穿到這樣倒水 再一個穿到這樣倒水 同樣吸完美 那你 真的什麼 你怎麼說呢 就是你要 有時候如果你去Casting的時候 你沒有塗粉底 我覺得都可以上少少碎粉 因為碎粉就可以令到你 化妝沒有那麼亮 那有時候你過鏡的時候 看上去就 妝感會完整一點 我整身都是 對喔 你要化妝 都說人家不專業化妝師 你吵什麼 其實如果你反串 應該挺好的 我覺得它有可能可以反串 因為你眼皮這些位置 有很多空位 如果化妝女生妝偶 會有效果 可以化什麼 可以化什麼 可以化 你可以試一下 不是 你剛剛塗了什麼 在我的眼圖 塗了一點點眼影 亮亮的 那我想問 Model這個行業 會被人一種感覺 會不會很亂 大家會不會很軟 男女關係很亂 也會有紋 那事實上是怎樣 他都說有很多女生 真的沒有嗎 真的會負錢 其實應該說Model有分幾派 只是那些拍完東西 就算是不會再看到他們 但的確有些Model 是會多些hang out 有過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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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去Pick Group 人家都加塞了 真是的 有人 你忍著忍我 在這裡看 今天的套衣呢 告訴你Yoyo 我們想打造Matthew 做法國風情 所以我們今天的衣服 就會是 襯衣 加一個 一條 對 可能下面就襯衫到 加一個 可能袋子 看眼鏡 好 今集的還原美麗拳 改造Matthew這個法國風情 法國風情 就到此結束了 你自己有什麼感想 對這個造型 很帥 我突然說自己是帥哥 在歐陽帥 去法國的時候 這樣穿好不好 他在想難的 但他在想不及 我太了解你了 如果你們想看更多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下面開啟鈴鐺 逢星期二和星期四 我就會有新影片推出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一集再見 先見 我好像很滿意 先生 請再加一張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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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加錢嗎 對 沒甚麼鬼啊 我給 當然 難道我嗎 難道我嗎 哈哈